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的时间是2021年的1月8号礼拜五 那我相信在这一个礼拜 大家回过头去看 这个礼拜真的蛮可怕的 因为几乎又是延续了上个礼拜 奉关之前的那个行情 几乎每个礼拜 几乎每一天都有这个新的高点 而且都是历史的高点 那其实面对这种行情 我觉得在实战上 那各位可能要比较留意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坦白讲 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指数 真的已经长得非常非常的多了 好像随时都会回荡 可是如果说你进场去做一个放空 如果说手脚比较慢一点的话 可能吃不到逃不到便宜 甚至你如果说在稍微迟移一下的时候 哇一下子又被嘎上去 又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在操作上 比较重要的反而是 要去抓到对的进场点之外 你更要去抓到对的出场点 不对的时候真的 今天他脚底膜有样赶快酸 不然那个一下子 像今天是不是又是一个 蛮明显的一个情况 感觉说早上跳空上去 应该要下来了 结果他真的杀了一百点之后 马上又高了两百点上去 所以现在他只要一个小小的一个方向 几乎都是百点起跳了 所以如果面对这种行情的时候 我真的会比较建议 特别是一些新的朋友 如果说你真的 在实战的经验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 不太熟悉的话 我真的会比较建议各位 你可能在技术分析的部分 你先研究 但是在实战上 你干脆用另外一套叫做 这个 逐力动能的这一个东西 我觉得对你相较之下 会比较安全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来这个是我们今天 这个是日盘的一个行情 今天是不是直接跳空开高 从226直接跳空开高 150点上去 可是跳空开高150点之后 那是不是一下子又压回来 几乎又压回到平盘 压下来就是100点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你想说 是不是他会压回到平盘 是不是说已经涨完了 是不是说 这个礼拜一涨到礼拜五 总是要休息了吧 那只要去放空 各位这样一下子上去 又是200点 所以面对这种行情 我们必须要去回过头来看 这个行情 他这样子跳空上去压下来 这个是散物压下来的吗 这样一个行情 从这地方拉上去 这是散物拉上去的吗 我觉得毕竟散户 不是主要的一个主导的力量 散户毕竟还是一个追随者 所以如果说你有办法去抓到 阻力他们真正的一个出售点 真正的一个动能的时候 点火点的时候 这个就是阻力动能 当初我们在研发的时候 我们所设想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样子 那以目前会员朋友 他们在使用的这个MS专攻期货板 为例子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如果是要做当充的部分 我们希望那个时间框架是越短越好 因为越短的话 他在反应的时间会比较有效率 那所以我会建议说 比如说你如果是做当充的话 1分K或3分K 我觉得这个都满适合做当充的 那我们以1分K为例子跟各位来做一个讲解说明 那只要是在1分K的当充 3分K的当充 其实我就会把下面的这些视窗 先把它关掉 因为下面这些视窗 我们是在计算 就是你有在做破断的 有在做流畅的 那你会去计算它的一个 那个这个讯号的一个增加的一个强度 也就是说你在那个时间点 你是不是要再继续做一个加码的时候 那我们才会去用到下面的这个积分表 不然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把它做一个关掉 那我们会把视窗比较专注在于 也就是它在第一时间出现 第一时间出现 你该是做多或是放空的时候 那你今天为例 今天第一个时间出现是在什么时候 它是从8点45分开始 跳空开高之后呢 接着呢 哇是不是就压下来了 那压下来的时候 如果说你看到在这时间点 它已经确实已经翻空确认了 其实在这时间点 我真的会比较建议 你要嘛就是不要做 不然的话 就是不要去买多单 不然的话 你一接多单下去的时候 咻一下子下来 是不是 马上就被杀下去了 那不死心的话 那多单听损 再拉这一段 会不会又想要再进场 再进场 它真的又杀你一段 可是你如果从这个 MX的专攻期货板 其实你会看到 阻力他们的一些动能 阻力他们的一些点火点 那在这地方 确认的时候放空 是不是可以收钱 在这地方可能会有些乱流 但是比如说像在这地方 你买多单之后 各位 你这个多单 你进场之后 你是进在380 是进在380 可是到这个地方 最晚最晚到这个地方 等到他确认的时候 352就该走了 如果不走的时候 各位下面等着你的是什么 等着你的就是100点 等着你的就直接杀到了272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说赚多赚少 那是一回事 但是你的 你的 做错了 真的要记得 你要懂得要跑 你如果不跑的话 他真的 现在一个下去 都是100点起跳 那对于我们的一些操作 实际上来讲 100点你看 如果是以 一口大台来讲的话 100点就是2万块了 所以我们那些钱 都是辛辛苦苦存下来 也许是工作收入 那在这市场上 你会觉得说 哇 怎么2万块 根本就还学不到什么东西 结果他就下去了 各位 所以与其说是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会比较建议 各位真的把 把一部分的资金 一部分的一个操作资金 把它拿来 帮自己去添购一个 比较好的 真的实战专用的一些 工具 我觉得对各位来讲 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做法 好 那如果说我把 今天的一个操作 今天我们就完全依照 这个讯号做一个操作 那大概到10点 45 10点 办之后 就结束了今天的一个交易的时候 那他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这个地方下来 哎 收钱了 这地方有一些乱流 但是我真的最强调的是在这一笔 在这一笔 因为你在这地方 你如果28点不给他的时候 各位你后面还要 还要再赔掉80点 可是同样的 你如果在这地方 同样进场 做错了 在这地方知道要跑了 在这地方 在反手下来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办法反败为胜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大家都懂的一个道理 可是如果说没有 真的一笔一笔的 把他讲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不能够去体会到 为什么一些老前辈 他一直强调说 操作不是不能错 而是不能够错得太离谱 错得到自己受众上 都没有办法再爬起来 那怎么样去 大家都懂的一个道理 怎么样把他 真的把他变成一个实际上 操作的时候 我们应用的东西 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 心里面那个小魔鬼在作祟 那MS专攻起火板 他就是补足我们心里面 这个超盘EQ 比较不足的那一块 那我们再看到 像在昨天的一个部分 奇怪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再放到全面去 好 我去找一下资料 我是希望说能够帮各位 能够帮各位 真的去找到 你看 其实我都有留下这些资料 我留下这些资料 那像我们刚才看的是这一个 先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是礼拜五 那这个是礼拜四 其实我是觉得赚多赚少 那个是一回事 赚钱都是好事 但是我们能够去控制的 要严格去控管的 就是我们做错的时候 要懂得要跑掉 你看像现在 你稍微做错 你24点不跑 各位你后面还 他还要再咬你153点 变成一咬下去 就是快要200点 那是不是就很重了 好像礼拜三也是这种情况 做对那当然是很好 可是像这个 你做错 你懂得要跑的时候 你8点不给他 你后面就还要再赔他247点 可是同样的MS在这地方 他让我们很清楚知道 多头 就是主力 他们已经从多开始 往下要打了 我在这地方 你8点就给他 没赚到就给他 那8点给他 你跟着他顺势再做下来 各位那个一段又是200多点 200多点 我觉得用这种模式 在操作的时候 对各位来讲 你看礼拜二也是一样 礼拜二算是这个礼拜最温和的一天 那你如果能够抓到对的进场点 对的出场点 对的进场点 这个是错的进场点 但是对的出场点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吗 反败为胜 那礼拜一的情况 哇礼拜一 你看 这个礼拜真的行情很大 说真的 这礼拜真的行情很大 大家本来想说结账完毕之后 应该年底作战完毕之后 应该比较大家都去休息了 没有 他们继续在拼 而且拼的都是由2330台积电 跟254联罚课所带出来的 那这个对我们指数上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我真的还是会比较建议 尤其是一些新的朋友 一些比较 交易经验比较 比较少的一些朋友 真的赶快帮自己去添购一个 至少保护安全的一个工具 那对各位来讲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说对MIS 有想要再进一步了解的话 都欢迎直接视讯 我们再进一步做一个交流 那个LINE ID 视讯就是你直接交我的LINE ID 那我会留在这段影片的下面 那各位再去做一些交流 也祝福各位我们一起加油 拜拜